人民的铭记 侯亮平得知航班无险期的延误 急得差点跳起来 他本来打算坐最后一班飞机赶往A市省 协调指挥抓捕荆州市副市长丁一珍的行动 这下子计划全部落空了 广播中一遍遍地传来女播音员中英文抱歉的通知 机场上空有雷暴区 为了乘客安全 飞机暂时无法起飞 侯亮平额头上浸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 早知道被困机场的痛苦 现在又得尝一次滋味咯 电视大荧幕屏上正在播放着起象图 一团团浓厚的白云呈漩涡中翻卷着 十分凶险的样子 字幕普及着航空知识 雷暴如何危及飞行安全 侮辱到雷暴区曾经如何的导致空难 但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平息人们焦虑的心情 整个后级大厅这时 似乎已经变成了巨型的风潮 嗡嗡盈盈 早生四起 旅客们分队围住了各直机台的机场工作人员 吵吵嚷嚷嚷 无非是打听各自航班可能的起飞时间 追问不偿方案 等等等等 后亮平用不着往前凑 他就明白了一个意思 那片雷暴区只要在头顶罩着 哪个航班也甭想上天 后亮平快步走出后级大厅 寻找了一个屁镜处 一个接一个的拨打着手机号码 雷暴区检察院检察长纪昌明关机 反贪局局长陈海也关机 当警当忙全他妈失踪了 当然 侯亮平知道他们并没有失踪 而是在参加一个紧急的会议 向该省分管政法工作的省委副书记高玉良 汇报丁义珍的案件 通常与会者都要关机 但侯亮平宁愿相信他们是存心关机 跟他们失踪 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侦察处处长 侯亮平反复地向H省的同行们强调 甚至请求先抓人 后开会 这个姓丁的副市长太重要了 是刚侦破的赵德汉受贿案的关键一环 如果走路风声让他给跑了 H省官场上的许多秘密就可能时辰大海 侯亮平对曾经的大学同学陈海尤其不晚 他特地的嘱咐陈海别汇报 先把丁一针控制起来再说 可是陈海胆子小 直误了几句到底还是汇报了 侯亮平正是因为害怕夜长梦多 抓捕赵德汉之后 才在第一时间赶夜班航班飞往H省 不料偏又陷入到了雷暴局 侯亮平忽然发现 外面无风无雨 太平寂静 连穿梭送客的喧闹车声也消失了 雷暴在哪里 哪来的啥雷暴局啊 他跑出了后机大厅的门 仰望着夜空 空中虽说阴云密布 预暗星辉 但既看不见闪电更听不到雷声 飞机不能起飞似乎成为了一个谬物 身边恰巧有机组的工作人员走过 侯亮平拦住他 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而这位上了把年纪的老同志 则意味深长的瞅了他一眼 颇具哲理的说 看食物不能只看表面 云层上面的时间你能看见吗 平静后面往往就藏着雷暴 侯亮平望着老同志的背影发争 仿佛听到了某种隐喻 这一番话 使他浮想联平 侯亮平毕业于H大学 正发系 老师同学遍布H省观察 只让他对H省有一份格外的牵挂 各地反腐风暴愈演愈令 H省却平静一场 这些年来此期彼伏的传说 大都止于传说 他当然明白这是假象 肉眼看不见云层上面的世界 同样看不见阳光下隐藏的黑暗 丁一针浮出水面似乎处于偶然 若不是赵德汉的惊天大案牵扯到他 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掌握过硬的证据 侦察处处长深知时机的重要性 临门一角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所以侯亮平着急 可再急也没用 天上有雷暴挡着他 他重新经过安检 回到了后级大厅 大厅里仍旧是一片草杂 他强迫自己阵地 在饮水机前喝了几口水 找了一处空椅子坐下 闭目养神 已经落网的赵德汉的形象 适时地浮现在他眼前 他禁不住又沉浸到对赵德汉的回忆中 昨天晚上当此人捧着大海碗吃炸酱面时 老舅的木门枝丫一声开了 他代表命运来敲响这位贪官的家门了 贪官一脸憨厚笑 乍看上去不太像机关干的 倒像是个刚夏天回家的老农民 可这位脑农民沉着冷静 心里素质极好 出遍不惊 侯亮平一眼看透 这是长期以来大全在窝造就的强势状态 当然 也许今天这个场面草旧在他预料之中 他有心理准备 只是侯亮平没料到 一个被实名举报受贿几千万的部委项目处长 竟然会住在这个鬼地方 这是一套常见的机关防盖房 70平方左右 老旧不堪 家具像是赵德汉结婚时置办的 吐得掉炸 沙发的边角都磨破了 门口丢着几双破拖鞋 扔到街上都没人识 卫生间的马桶在漏水 隔上三四秒钟就会滴打一声 厨房里的水龙头也在滴水 但这似乎不是漏水 而是刻意偷水 政绩很明显 水龙头一下的脸盆里 积了半盆不要钱的清水 侯亮平四处看着 摇头苦笑 这位处长连寻常百姓都不如啊 像是为他的思路做注警 赵德汉咀嚼着自由时光里最后的一碗炸酱面 他抱怨说 你们反贪总局抓贪官怎么抓到我这来了 有几个贪官住在这种地方 七层老楼连个电梯都没有 要是贪官都是这样子 老百姓都得放鞭炮敬喝了 他的声音比面条堵在嗓子里有些呜呜呜呜呜的 是是是是是老赵啊 瞧你多简朴啊 一碗赵家面就对付一顿晚饭啊 赵德汉吃得有滋有味 浓民的儿子嘛 好着一口 侯亮平砸不着嘴 声音响亮夸张 哎呦 老赵 您可是处长啊 赵德汉自嘲 再来本境处长算啥 一块砖能砸到一片处长 侯亮平表示赞同 这倒也是 不过 那得看是什么处啊 老赵你这个处的权力大呀 早就有人说了 给个部长都不换 是不是啊 赵德汉很严肃 权力大小 这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 权力大就一定腐败吗 我这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 我劝你们啊 别在我这下耽误功夫 搜查一无所获 事实证明的确是耽误功夫 侯亮平凑着赵德汉抱歉一笑 这么说还真是搞错了 搞到咱连政模范夹起来 赵德汉挺有幽默感的 及时的伸出一只肉滚滚的手告别说 侯处长 那就再见吧 侯亮平也很幽默 一把抓住了赵德汉的手 哎 赵处长 我既然来了还真就舍不得和你马上就分手 咱们去下一个店吧 说吧 从赵家桌子上杂物筐里 准确的拿出了一张白色的门卡 插到了赵德汉的上衣口袋里 赵德汉慌了 忙把门卡往外偷 这是什么呀这是 你弟弟愿豪宅的门卡呀 请继续配合我们执行公务吧 赵德汉的幽默感瞬间消失 一下子软软的瘫倒在地上 侯亮平目的睁开眼睛 大厅突然一阵骚动 许多人拥向不同的登机口 各执机台前都排起了长队 侯亮平以为飞机就要起飞了 急忙挤到了自己的登机口 结果发现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机场服务人员正在给各物机航班的旅客发餐盒 侯亮平一点胃口也没有 又兴兴的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 手机响起了音乐 侯亮平一看眼睛灯时亮起来 是陈海的电话 完事了吗 该行动了吧 没有 说是领导有分歧 汇报到新来的省委书记那里去了 侯亮平几乎叫起来 陈海 陈大局长 我可告诉你 赵德汉一落网就喷了 把一百多名行贿的人都交代了 丁一针仅介绍行贿就达到一千多万了 可见丁一针本身的受贿数额有多么巨大 陈海纳特说 我也没办法 我算哪根葱 再说了 你们反贪总局 还没把抓捕丁一针的手续 传到我省检察院 侯亮平急得直跳脚 手续已经办好了 就在我包里 那你赶紧飞过来 不是早到机场了吗 侯大 你得让我们有法可疑 侯亮平只觉得一阵头晕 知道雷暴去吗 照在你头顶上 你却看不见听不到的雷暴 算了 不和你说了 丁一针现在人在哪 在干啥 你们谁负责给我盯着 陈海背书一般的汇报 丁一针在荆州国宾馆 搞一个光明湖项目的协调会 今晚举办宴会 丁一针快喝醉了 我派出了最得力的女侦察处处长 路易可上场 只要省委做出决定 一个电话就能把丁一针拿下 对不起 侯大高书记已经请设完新书记了 我们这边又要开会了 陈海压低了嗓音最后说了句 然后急急忙忙的又关了电话 开会开会开你的头啊 侯亮平骂骂咧咧 心里却稍安了 老同学陈海为人老实 办事踏实 而且干了几年反探局局长 经验还算丰富 坐在侯亮平身边的一位老妇人 此时叹息说 哎哟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起飞呀 侯亮平一脑门子心事 不愿意和他搭讪 头一仰 闭上了眼睛 而眼一闭 赵德汉又活生生的跳到了他眼前 中文字幕提供 音详明